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法句 庇域经 沙门品 在大政杖第四册 604页 中南到夏南 过去有一段期间 佛住在社会国经社中 为天 龙 鬼神 国王 人民说法 当时有一位年少比丘 清晨时分 大一 主着习葬 持拨来到大村中起食 在大马路旁边 有一片国家经营的菜园 外面种植了鼠 祭等农作物 田外的草丛中铺设了螺网及自动发射的箭 一旦有家畜 野兽或盗贼等来偷窃或者侵犯 雾处螺网 启动机关 箭就会射出 进入园中的人或畜生 往往重箭而死 有一位端正美貌的年轻女子 独自看守着这座菜园 若有人想要进入菜园时 必须先远远地叫唤她 经由她提示安全的通道 才能安然无恙地进入菜园 不知道的人一定会被射出的箭所杀 这位女子独自守着菜园 哼唱起悲伤凄凉的歌曲 她轻量地歌喉 叩人心弦 所有听到的人没有不立刻停车下马 在附近来回舵步 垫着脚尖窥探 想要走过去看看她 或是徘徊逗留 久久不愿离开 都是由于被她的歌声所吸引的缘故 那时年少比丘起时回来 经过这条路听到了歌声 便侧着耳朵仔细地听着声音 言耳鼻舌声等五根 或者是喜怒 哀乐 怨等五种情感 便随着阴生散乱 放逸 心迷意乱 贪恋不舍 幻想着这个女人的相貌 一定非常端正庄严 一这么想 就更想要去看看她 和她说说话 于是便转往菜园的方向去 路还没走到一半 就因为心神恍惚 手中的席杖掉了 眼法衣从肩上滑落 波也弄丢了 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察觉 佛陀以宿命名 天眼名 肉进名等 三大的神通智慧 观察到这位比丘 如果再往前几步 就会被自动发射的箭射死 而这位比丘积极地福德 应该可以得到 现在却被愚痴所迷惑 被贪欲所遮蔽覆盖 佛陀怜悯这位比丘的愚痴 想要度化她 让她得解脱 于是变化成一位在家居士 来到比丘身边 以祭颂 贺赐她 大意如下 沙门 你要去哪里 为何放纵自己的心意 不好好克制 却让自己踏出的每一步 都黏着在烦恼上 跟随着散乱心走呢 加沙虽然披在肩上 恶念恶习却没有减少 应当知道 照做恶行的人 一定会堕落到恶道去的 应当截断分别妄想 好好守护 调伏自己的心念 去除贪欲 人如果不割舍贪欲 一意孤行 固执地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就会被贪欲 一直牵着走向恶道去 务必要好自为之 好好做 一定要尽力地克制自己 既然都已经出家了 为何还如此懈怠 放纵自己的心意 再去贪着染污法呢 修行若懈怠 不精进 无法出去引诱迷惑 这样子不精进的修行 怎么能得到上妙的法宝呢 不调伏自己 谨慎持戒 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树一样 随时会被摧毁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为了自己的道业 为何不好好精进呢 佛说完这段寄宋 便恢复成原本的佛身 向好庄严 照耀天地 能够见到的人 迷惑 马上解除 散乱心 立刻止息 大家各得其乐 比丘 见佛之后 心意豁然开朗 就像夜暗中 看见光明 立刻五体投地 向佛鼎礼 刻头 忏悔自己的过失 感恩 理谢佛陀 内心 善解止观 当下 正得阿罗汉 跟随佛回到经社 听到这件事的 无数人 也都正得法眼镜 在声闻经典 所说的法眼镜 相当于声闻的慧眼 也就是正得出果相 好 这个故事 免疫我们的贪欲 会让我们一步一步地 走向二道去 我们要随时 密乎根门 守护自己清静的心 如果放逸的话 随时都会有 堕恶道的危险 被贪所迷 有时候自己都六审无主了 没办法克制 所以我们平时 要养成好的习惯 密乎根门 除了戒律以外 应该要留意 根律以 在佛法有说 三增上学 戒增上学 定增上学 还有会增上学 为什么称为增上呢 就是我们持了戒 要更能够增上 达到定 如果只有持定 一直停在定当中 贪着定乐 这个还不够 必须依止这个定 更增上 能够引花 无肉的智慧 这个才称为定增上学 会增上学 是我们有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 当然包括 共相的智慧 还有别相的智慧 共相的智慧 例如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极境 是通一切相的 别相的智慧 就是个别智道 地 水 火 风 它是坚硬的 湿的 热的 动的 但是只知道 别相的智慧 还不足以断烦恼 得解脱 以佛说 我们的智慧 是要通达诸法共相 而最重要的共相 就是诸行无常 一切法都是无常 诸行的行 就是有违法 一切有违法都是无常 诸法无我 这个法就包括 有违法无违法 灭盘极境的灭盘 就是无违法 这些是主要的共相 我们通达这样的共相 由智慧 能够更进一步得到解脱 这样的慧才叫慧增上学 要戒增上学 定增上学 慧增上学 才能够得到解脱 有解脱之后 再有解脱之见 也就是所谓的五分法身 戒 定 慧 解脱 解脱之见 所以在戒学方面 除了不犯戒条律以外 在根律仪 更是要小心 唯有根律仪 才能够调伏 维系的烦恼 能够进一步得到禅定 希望我们一起共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